歡迎收看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就是要把這個幾何 尤其我們在圓這一張呢 所學到的東西做最後的一點點的整理 還有比較 我們以前學過重要的幾何知識呢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講 四種做圖問題 來看這一個 他說啊 有一個衛兵呢他原本站崗 在A點站崗 那因為當衛兵很辛苦 他那個儀態要非常的端正 走路的時候要走直線 那如果轉彎的話要轉直角 那現在他在A這個地方 站崗他被要求說要走去 L這條河的河邊取水 那因為他只能轉直角 那假設他可以任意朝向某一個地方 可是他到這個地方之後 就只能轉直角 轉直角之後走到B 那這樣子他到底該到哪一個點去取水呢 他如果走這裡 轉直角 會不會就沒有走到B呢 走不到B 如果走這裡轉直角 會不會就走不到B呢 那所以該到哪邊取水呢 這是這樣子的問題 那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面還有一題 木童小明在A點讓牛吃草 如果他要讓牛到L河邊取水 再回到B點 他在A點吃草 他要讓牛到河邊取水 再到B點 跟上上面這條有點像 可是上面這個衛兵他是要轉直角 下面這個是說呢 他希望木童 帶牛去喝水再走回來的路程 要最短 他不限定要直角 可是他希望走的路是最短的 那可不可以找到這個位置呢 當然都要說明理由 那麼來想想看 這樣子的問題要怎麼做 按個暫停想一下啦 那我們在這邊就直接做了 好 要取直角 那我們在這個單元就特別學到了 在這一張就特別學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要讓 你要找到某一個點 這個點C 這個點C 會是直角的話呢 那麼其實這個點一定會坐落在 以AB為直徑 畫圓 的圓周上 可以嗎 所以那當然我們要取到直徑 其實你應該先取圓心 也就是你要做中垂線喔 取出這個終點之後 同時也直到半徑嘛對不對 那知道半徑和終點 就可以畫這個圓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一般來說 就是這個交出來的點 可能會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 那這個是直角 另一個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直角 可以嗎 那我們就成功的找到了 這個衛兵去河邊喝水的地點 下面這個 如果是木桶小明呢 他一樣要帶牛從A去河邊喝水 再到B點 但是他現在不是要轉直角 他要走最短路徑的話呢 那要怎麼做 其實這題我們教過了 就是這個 我直接先講做法 等一下再來說 等一下再來說為什麼 我們先做這個 以L為對稱軸 做A的對稱點 那因為之前教過 我們在這裡的步驟 就不繁複的做 對稱點的做法 你要先做垂線 再量一倍長 過來到對稱點 那到對稱點A'之後呢 把A'跟B連起來 這個時候你交的這個點 就是喝水的地點 那為什麼到這裡喝水 實際上他走的是這一條 他走的是這一條 我們把它突出 出出的這樣子 就是他先從A到C 再從C到B 為什麼這樣走是 所有取水點裡面最短的呢 我們先假設有另外一個點C 他也是可行的取水點 叫C' 因為呢 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L呢 我們剛才是以L為對稱軸 做A的對稱點 對不對 那L作為他們兩個的對稱軸的話呢 L這條線會是AA'的中垂線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軸對稱的話 就是說他這個L這條線會是中垂線 那這個時候 這裡會是直角 而且這裡會是評分 它是中垂線 中垂線上陣一點到線段兩端點等距離 所以CA會等於CA' 同樣的C'也在L上 所以C'也會等於C'A' 這樣子可以嗎 我們去喝水的路線 一個是A到C'再到B 一個是這個剛才這個是A到C再到B 如果是這個A到C'再到B的話呢 那因為這段等於這段 所以它也會等於是A'到C'到B 那如果是藍的這個 它會是這段到這段 也會這段等於這段 所以它會等於是A'到C再到B 那因為我們剛才這條線是直的 所以這裡出現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兩邊合一定大於第三邊 所以說這個A'C'和C'B 這兩段合起來一定比這段長 那所以說這兩段合起來一定比這兩段長 這樣就證明出來了 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用對稱軸來做 這是這個非常常見的問題 那對稱軸的技巧呢 它其實可以應用在 我們之前在交對稱軸的時候 也有介紹到這一點 它可以應用在物理的那種 那個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假如說這是一個鏡面 這是一道光線 根據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它會通過這一點 這樣子 那假如說我今天 這是我告訴你的 那假如說我不告訴你 它在這裡 我只是跟你說鏡面呢 比如說我跟小明在玩遊戲 小明用紅紅的那個 雷射筆打到鏡面彈過來 要剛好 剛好照到我手上的 比如說手錶上 或我手上的一個碗這樣子 那它要照這個鏡面的哪個地方呢 才會有這個入射角等於反射角呢 那做法就會跟這個一樣 它先做對稱點 再連起來 那為什麼這樣就可以 我們來看 我假設它今天打的是另外一個點 GG的點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會發現入射角是這個 對不對 它的光線打過來這裡 這是法線 它的入射角是這個 那對稱過來也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會跟它的反射角一樣大嗎 這個會跟這個一樣大嗎 不一定啊 沒有啊 看起來就沒有嘛 對不對 什麼樣的情況下這個才會跟這個一樣大 他們兩個目前的關係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條是法線 對不對 那這個差不多這麼斜 但是這個比較陡 等於說下面這個比較斜 然後但是反射線比較靠近法線 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夠讓 下面這個腳跟上面這個腳要一樣 那其實就只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位置 幫你把這個圖 慢慢的往左推推推 推到怎麼樣呢 推到這一條 和這一條 變成一條直線 那這個時候 這兩個就變成對頂腳相等 對不對 然後因為它又是軸對稱 所以這兩個又一樣 那入射角就會等於反射角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會發現說 就是你要去取這個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跟你要去取這個 彈過來走的路線最短的 方法竟然是一樣的方法 都是要去做軸對稱的對稱點 那上面這個是要取直角 是要畫圓 不是合上畫圓 以AB為直徑畫一個圓鐘 然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前面還有這種問題 就是一條公路 這條公路上要設一個公車站 這個公車站 公車站希望可以到A甲跟椅 這兩個城鎮的距離都一樣 那個時候是怎麼做的 這個在剛教幾何的那一章 就是才剛介紹到什麼外角定理 幾何座圖 中垂線 這個的做法就是做中垂線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線段兩端整距離 所以中垂線跟這個五號公路交的這個點 就是我們要設車站的地方 如果說我們那個時候有交另外一題 灰色捷運線跟三號公路和四號公路的關係 是這樣子 我在捷運線上要設一個站 這個站的人走出來走到三號公路 跟四號公路的垂直距離要一樣 點到直線的距離是垂直距離 那我要怎麼做 那這個做法呢就是做角平分線 可以嗎 做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上的任意點到線段兩端等距離 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上次留下來的問題 像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問題說 我有一個圓 有三個圓 三個圓是一樣的圓 然後都有一條五和一條七的旋 把這個圓呢就是留下了著色面積 這三個著色面積到底哪一個大 這個題目我很喜歡 因為又不用一直算東西 然後 只指到基礎觀念的核心 什麼 等旋呢 如果你的圓已經一樣了的話 等旋就會對到等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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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這裡呢其實還多對了一個東西 你可以說 他對到等公 對不對這個區塊叫公嗎 還記得嗎 又或者你可以說他是等旋對等幅 那也就對到等圓心腳 所以說你如果對到的圓心腳一樣 那麼 既然你的圓本身又一樣大嘛對不對 所以你的這個扇形就會一樣大 然後又剪掉這個地方也一定是一樣的三角形 所以其實就是要講說這個地方灰色的這一塊 應該說白色這一塊比較容易 白色這一塊就會等於這邊的白色這一塊 就會等於這邊的白色這一塊 就會等於這邊的白色這一塊 那就是說這三個東西大小一樣 那就是說這三個東西大小一樣 對不對還不錯的題目 那我們這一個章節就上到這裡 那在下一個單元 我們一開始會幫大家整理幾何做圖的知識 做一個小小的複習 然後看一些需要證明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在之前的課程幾乎每次用到所有的知識 我們都有推論過了 所以如果你一路看有熊老師騙交數學到現在的話 你已經有相當不錯的幾何證明能力了 所以我們下一張的主要的題目 都會是挑一些比較特別的比較難的題目 來做做看 然後帶大家習慣使用輔助線 那麼我們這張就上到這裡啦